丰田的员工买自家的SUV能够便宜多少呢?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来看一下丰田一则 这台车定位是一款家用的小型SUV 一开始它的定位还是倾向于年轻架控的车型的 不过随着市场改变也没有之前那种功能了 这款车它的燃油版本车型与它的混动版本车型 对于自家员工的优惠是能够达到2.1万到2.6万的 其实在实际当中我们很多朋友对于这款车 它也是具备一定优惠 但是并没有自家员工优惠那么大 我们正常的优惠大概是在1万到1.6万之间 相比较于他们自家员工来说 在优惠方面大概是少了1万块钱左右 丰田一则官方指导价是在14.58万到18.89万售价区间 在售的有8款车型 这款车对于我们普通朋友来说 入门的车型落率大概是在14.9万左右 动力方面还不错 都是丰田的2.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171匹马力的那一款 丰田荣凤可以说在市场当中非常火爆的一款 加用紧凑型SUV 特别是燃油版本车型 目前在市场当中依然是属于主销的车型 对于自家员工来说 荣凤这款车燃油版本车型的优惠是多少呢 我看了一下 大概是2.6万到3.3万这样的一个优惠区间 荣凤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它的优惠顶多也就是9000到1.2万这个优惠区间 不会再高了 但是不得不说他们自家员工的优惠还是比较偏大的 荣凤在市场当中表现较好 非常火爆一款车型 2021年总共是拿下接近20万台的销售量 上月是14100台的销售成绩 燃油版本车型总共有7款 官方指导价17.58万到22.58万售价区间 目前的话 这款车依然是市场当中非常走量的一款车型 它的燃油版本车型的动力是2.0程自然吸气方动机 模拟适当CVT无极变速箱 171匹马力 官方给的油耗是5.9升 如今节能减排也是我们政府的一个号召 同时在个别地区节能减排的一些车型还能够上节能牌 比如说广州地区对于混动版本车型有一定的政策扶持的是能够上节能牌的 荣放的混动版本车型也有着较好的市场表现 我大概也是算了一下 荣放混动版本车型对于自家员工的优惠是能够达到3.6万到4万这种优惠 这种优惠程度也是我们普通朋友享受不了的 要比我们普通人的优惠要大了超过2万的程度 混动版本的丰田荣放在燃油精进性方面也确实不得不说非常OK 它匹配的同样是丰田旗下非常常规的那套动力总成 2.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加电动机组的 百公里综合油耗也不过是4.7升的这样的一个燃油精进性 当然两驱版本车型与它的四驱版本车型动力匹配上是有一定区别的 丰田临放它是位于丰田荣放与皇冠之间的这样的一款车型 这台车可以说是一款入门级的中型SUV 它的燃油版本车型同样也具备一定的优惠 只不过相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确实优惠比较小 对于他们自家员工来说燃油版本的车型优惠是能够做到3.1万到4.8万的优惠区间 它的定位是一款细飞市场的车型相对来说并不是特别走量 但是这款车确实也是非常好的销售成绩上约是4372台的销售量 燃油版本车型官方指导价21.18万到25.58万售价区间 普通人买的话基本上是没啥优惠的顶多也就是5000块钱 入门级的车型落地就达到了23.7万 想象一下他们自己买有多划算 是不是进一步的也说明了本来他们的利润就很高呢 混动版本的零放其实在它的动力总成方面 跟我们刚才所说过的荣放的混动版本的动力其实是一样的 混动版本的零放它在优惠方面是3.9万到4万真的一个优惠 也确实是比较偏大 这个优惠也是我们普通人是拿不到的 相对来说直接是多了3万的一个优惠 入门级的混动版本车型普通人买大概是在29万左右 如果是他们自己买的话想象一下 再降个4万块钱大概也就是25万左右了 不过不得不说它的这一个混动车型 燃油经济性还是非常不错的 2.5升自然系级发动机电子无机变速箱以及加电动机组 两驱车型的电动机120匹马力 四驱车型的电动机是174匹马力 百公里综合油耗4.5升 其实这款车跟丰田荣放它们都是属于同一个平台的 当我们很多朋友看到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感慨自家员工的优惠比较偏大 是不是也进一步的说明了本来车的优惠空间是比较偏大的 只不过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是没有的 如果有些朋友想象是不是做一个月的员工也能够享受这个价位呢 目前我也不知道 不过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得出来 我觉得广汽丰田的对于自家员工的优惠可能也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